我们准备来认识这个项衣体检定 项衣体检定同样也是从这个描述统计这里开始 那根据这个原作者设计的问题 他其实是设定说他有收集到这个老师的班上的同学 他的期中期末考的成绩 那他的问题是这是第二次这个考试的成绩 平均值是这样 有没有比第一次考试成绩更好 很典型的那个相依样本的那个问题 研究问题就是这样 那他的那个变相呢 那你们刚刚如果说有认真做那个单一梯检定的笔记 那现在你们可以一样可以看到相依体检定的报表 跟他的这个回归式的设定非常的像 只是说一变相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这里的那个模型 我是用一个我自己再造出来的变相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变相 就是第二次的成绩减掉第一次的成绩 每位学生第二次成绩减第一次的成绩的差异 所以他的那个 其实就是说是这一般成绩两次成绩没有差异 这是等于0 这是increment它等于0 然后那个H1就是那个improvement不等于0 就是说两次成绩是不一样的 当然双侧检定不能只能说不一样 就是不能说第二次比第一次好 要做的话得要做那个单侧检定 所以等一下会再用T检定模组做一下 那适用条件检定呢 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是那个这笔资料 就是说学生跟学生的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的 这个资料相关性是独立且随机的 然后这个资料也符合常态数 所以看到这里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用意 我先关掉 它的你们到这里 你们就可以先用P检定的这个Pair的SampleT 试试看 用那个Pair的SampleT里面的StudentT 然后它的设定其实 你们可以注意到 它跟那个单一T检定蛮像 唯一差别是 你在这个右边这个Pair的Variable 你要丢两个要比较的一变向蓝位 也就是这个原来资料里面的 就是说前后这两次成绩 你要把它给丢进去 那因为我们想要测的是 那个第二次成绩有没有比第一次成绩好 所以这个假设这边我们可以设定 就是说Major1有没有比Major2高 请注意它这边在这里 这两栏分别就是对应在Hiproxies里面的 Major1跟Major2 所以在这里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它这里这个Statistic就6.48 跟上面这个6.48是不是一样的 那因为它这个P值非常的小 所以那个单双侧都是小于.551 但是你有幸的话你还可以 你自己可以把它改成用双侧看看 OK好这里有没有发现 好像一下子就 刚刚那个单一P检定花了不少时间 但在这里我几乎讲没三分钟就讲完 因为其他注意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它唯一的差异就只有说它是要去比较前后两个变相 但是你们看那个回归式到T检 然后那个适用条件的检测 跟单一T检定期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它的回归式也同样是一个那个拮据唯一的 对就是说是没有相关系数水平的水平的这个回归线 OK 然后你们现在也可以猜 你应该也可以想到 它的那个五亩 如果我今天改成用五亩数统计做 方法也是跟单一样本的版本一样 它这里这个回归式就变成是 我首先要把那个进步的分数或差异分数 先做这个等级转换 转换方式跟前面一样 我都是要先做这个 这个编码条件你们可以把它给记下来 以后你们遇到类似 一样要做单一样本或相一样本的这个五亩数分析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试试看 我总之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做出来是 0.01也是有显速的差异 然后也就是第二次的 是比第一次的是不一样 然后你在这边 配合体检计它也是在这里 也是叫做 Will-Coxon等级相关 OK 然后这边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非常的小 所以说母数统计跟五母数统计结果是一致 其实那个如果说用传统的教法 那个配合体检计 如果说先讲也都是先讲单一样本检 然后再讲相一样本检 但是用那个传统的讲法 那个整个拉的时间可能我们要用两节课才能讲 但是现在我们还有那个三十几分钟可以说 可能两节课甚至可能要三节课才能够讲清楚 但是用那个回归式就是一以贯之 我们把所有的统计方法先把它的线性模型先搞清楚 我们会不会跟你们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就再切换到最后一个独立样本检检计